2023年开年 许家印发表了一份家书 内容中总结了2022年的表现 对2023年的工作目标做了规划 虽然保交楼只完成了2022年初目标的一半 但许家印似乎对结果很满意 并且表示 2023年要努力偿还2万亿债务 一番话下来又让人信心满满 然而 这几天 一则关于恒大地产集团原总裁柯鹏 被警方带走的消息传来 又给恒大浇了一盆冷水 柯鹏是许家印一手提拔起来的高管 曾颇受器重 许家印称是个人问题 截止到目前 柯鹏被抓 并没有官方的通报 只不过是凤凰网封财讯率先爆出 至于被抓的原因 凤凰网报道是涉及恒大深圳旧改事宜 也就是说和恒大业务有关系 不过 中国企业家杂志报道称 恒大内部高管称和深圳旧改项目无关 而许家印也确认了这件事 但表示柯鹏出事是个人问题 意思是和恒大没有关系 因此 柯鹏被抓原因到底是什么 可能还是需要等待官方的通报 这不是柯鹏第一次传出被抓 去年7月 柯鹏陷入恒大物业134亿资金被挪用窝案 随后从恒大辞职 就传出被带走调查 只不过后来被放了出来 一般来说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 如果因为个人问题被抓 基本上都是涉嫌贪污受贿 比如阿里旗下的优酷前总裁杨伟东 就因为受贿855万余元 祸行7年 柯鹏作为恒大高管 手中握有很大的权力 确实不排除利用权力来收受贿赂的情形 据媒体报道 柯鹏曾经通过借高利贷 从内部拿钱方式来炒作恒大汽车股票 后来由于恒大汽车股价大跌 他也损失惨重 还被人追债 我们都知道徐老板对高管很大方 开出的薪酬都很高 柯鹏的年薪可能也在千万级别 但相比恒大前总裁夏海军上亿的年薪 差距还是不小 所以为了赚到更多的钱 柯鹏也有可能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2.高材生柯鹏 身受许家印器重 柯鹏出生于1979年 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 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 可以说是妥妥的高材生 不过 柯鹏的履历并不算光鲜 毕业后去了中国银行 后来进入新华社 从事媒体工作 但并没有听说担任管理职务 2008年 柯鹏跟踪报道恒大 认识了许家印 并受其邀请 加入了恒大 担任品牌中心总经理 这一年 柯鹏年仅29岁 柯鹏颂许家印器重 职务一直在提升 从管理恒大文化 到管理恒大足球俱乐部 事业发展可以说是顺风顺水 当然 深圳才是柯鹏的福地 恒大原来的大本营 主要是在二三线城市 对于一线城市的深圳 反而布局不多 2016年前 恒大在深圳的项目不到20个 获值约2500亿元 2016年 柯鹏调任恒大深圳公司总裁 当年项目就增加到32个 总获值约6000亿元 翻了一倍多 到2021年半年报 深圳区域已经拿下62个项目 从项目贡献上来看 柯鹏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不过 深圳大多数是就改项目 非常耗时间 真正立项开工的项目占比并不高 这就意味着深圳区域 对恒大贡献的销售额有限 然而 柯鹏却是一个融资高手 他利用这些项目 从金融机构融资 每年给恒大搞来三四百亿的资金 年年排在集团第一 对于房地产公司来说 资金才是第一位的 恒大的高速扩张 需要大量的资金 据说恒大曾给出丰厚奖励 每融资一个亿 奖励可达15万 柯鹏带领的深圳公司 虽然没有贡献多少销售额 但却为恒大带来了不少融资 因此 柯鹏颇受许家印器重 先是取代了他的二儿子 成为了恒大珠三角公司总裁 之后在2020年10月 柯鹏更是晋升为恒大地产集团总裁 凤凰网说柯鹏被抓 和深圳就改项项目有关 或许是说每年的巨额融资 可能出现违规 甚至是违法的情况 三 柯鹏之后 下一个会是谁 2022年3月 恒大物业134亿存款不翼而非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后 在7月公布了结果 前世质押贷款后 通过第三方回流到了中国恒大 说白了就是中国恒大挪用了恒大物业的钱 属于一种违规操作 对于这个事件 恒大找出了六位责任人 分别是恒大集团执行董事 兼行政总裁夏海军 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官潘大荣 恒大物业董事会主席珍丽涛 执行董事赵长龙 安丽红 此公司恒大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柯鹏 他们最终从恒大辞职 不过 据恒大内部人士透露 自从2021年恒大爆雷后 柯鹏基本上就没来上班了 也就是说从恒大淡出已经一年半了 如果只是柯鹏的个人问题 那对恒大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2万亿的债务窟窿 这么多施工单位 供应商被欠债 被拖垮 这么多交了首付款 一直在还贷 却拿不到房的业主 这么多买了理财 却无法兑付的员工 难道不应该有人来负责吗 柯鹏之后 下一个会是谁 我们拭目以待 4.恒大的现状不太理想 关于该高管被抓的事情 从2021年起就一直有传闻 但始终未得到证实 在2022年 还曾经发朋友圈证明自己没有任何事情 最近被抓 又得到了公众和舆论的关注 恒大曾经是一个风光无限的企业 但随着2021年下半年爆雷 其高达19000亿的债务 以及大面积的房屋不能按时交付 出现了全面违约 除此以外 恒大理财等等都接连爆雷 而且多名高管离职 而且几十万员工工资或者理财被欠 一时间闹得分沸扬扬 这次高管被抓 似乎又预示了恒大的另一个结局 有人说这在情理之中 也有人说这在意料之外 但无论如何 事情不会空穴来风 这也从侧面说出了恒大艰难的处境 目前恒大尽管在一些地方保证了交房 但仍有大量的项目无法按时交房 除此以外 恒大的债务问题也始终无法解决 多个地方的土地被政府强制回收 恒大汽车也似乎遥遥不及 5.恒大的两难处境 进退不得 恒大的现状成了一个无解的难题 一方面恒大关系到员工 以及许多的建筑业从业人员 材料商 工人的生计 但另一方面 恒大其接近2万亿的高额债务 使得恒大无法摆脱这个漩涡 目前政府虽然有意放开三条红线 但房价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 迎来另一波的暴涨 恒大的手中仍有大量的土地无法开发 也难获得期望的收益 难以填平它的庞大的债务 这使得恒大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不管是对政府还是对恒大来说 目前没有一个两全的处理方法 目前来看 政府拒绝直接下场来接受恒大的债务 同时又不允许恒大破产 因为这涉及到大量中下游债务的问题 一方面政府促进恒大积极保交房 挽回市场的信心 一方面希望恒大出售其保有的大量土地 和优质子公司 还清部分债务 六 目前行业和社会经济的困境 随着三年疫情以及经济的下行 目前各行业都缺乏一定的信心 而市场的复苏仍然没有到来 目前大量的资金投入了芯片 电动车等高科技领域 希望获得产能升级 打破国外的封锁 同时国内政府也在积极促进国内的消费 希望能够摆脱外在的困境 使国内的经济扭转起来 多地也放开了限购的政策 希望公众能够正常的购房解决刚需 同时能够间接地缓解房企的困境 但以目前的政策现状和经济情况来看 公众对于购房持有保守的态度 多地虽然放开了限购的政策 政府也有意在在房地产政策上松绑 尤其是对于三条红线的管控 但除了一线核心地段外 西域地方的房产 也很难像过去那样实现爆发式的增长 而房企欠了大量的债务 尤其是利息很高的美元债 无法用高额的收益去填平这些债务的时候 其现金流就出现了较大的问题 高管离职甚至被抓 员工离职 备欠工资和奖金 大量的工程款无法顺利半接 欠账或者抵押 说明了这个行业的困境 在短时间内仍然很难得到扭转 到目前为止 恒大的处境仍没有得到关键性的改变 大量的中下游材料商欠款无法收回 而美元债务又无法违约 大量的业主仍然在等待交房 这将是一个漫长而煎熬的过程 恒大作为一个极其出名的企业 也是房企中的一个代表 但不仅仅是恒大有这样的问题 多家房企仍然有着恒大同样的问题 只是没有引到恒大这样的关注 房企高额的债务 尤其是美元债 高额的利息需要庞大的现金流 但目前国内房地产市场的低迷 造成有价无视 无法提供足够的现金流 而房地产的发展 也与经济息息相关 目前来看全球都处于经济下行年代 很难再出现大量的资产蓬勃增长 这也就这从另一方面 给目前房企的困境增加了难题 而公众的信心也很难挽回 已经有不少人出售了手中多余的房产 而随着目前政策的不确定性 持有房产的成本 或许存在另一方面的增加 无论如何国家目前 还是希望房地产能够软着路 过去疯狂式的发展 也带来了物极必反 但但土地财财政虽然有一定的弊端 仍在过去为地方的发展出了很大的力气 目前来看 还是希望房地产能够平稳落地 当然比起被抓的高管 恒大未来的处境 将面临更大的难题 而对于民众来说 经济的重新恢复 则是另外的一个重中之重 或许比起房地产领域 公众更关心的是经济的复苏 疫情过后经济是否能恢复正常 而在全球低迷的情况下 如何促进内需 又成为了另一个重要的关注点